先从下到你看到中华职棒中信兄弟 本季第一场主场赛事 今天晚间在新庄迎战一大犀牛 两边的先发投手上演了状元狼对决 由郑凯文对上林晨华 形成了激烈的投手战 最后呢 相对在九局下靠着周思琪的再见安打 以2比1获胜 也赏给了一大开机三连败 最球出棒打成二连方向 突然出去形成安打 再见安打 周董周思琪展现年度MVP身手 九局下直至再见安打帮助中信兄弟 本季的第一场主场赛事 最后以2比1险胜一大犀牛 夺得开季二连胜 两军本季首度交手 相对由前旅日投手郑凯文挂帅先发 没想到他一开赛就控球不稳 不只队友失误 又投保送被安打制造出满垒危机 接日被张建民敲出内野滚地球 丢掉了中信兄弟对始第一分 不过相对第二棒张志豪 下个半局马上帮曾凯文教训 同样是选秀状元的林辰华 这个球出棒 打成了右半边的飞球 看看有没有 这帮羊春全雷打把分数讨了回来 比赛回到原点 出去了 第二局开始两边的先发投手都稳定下来 形成激烈的投手大战 去年胜头王林辰华 投8局标4K丢1分 表现已经够出色了 不过曾凯文的中值出的版硬是抢走美光灯 他完头九局送出五张老K和一次保送 背敲三只安打 丢掉一分不算自责分 最后拿下胜头也赏给一打开击三连败 青庄球场涌入超过万人 见证了郑凯文的中值首胜 中值今年开幕连续四场 观众人数都碰万 写下历史新纪录 原谈TV雅传综合报道